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Hatch阿正 这次的登山行我们要去跑马古道 顺走雀子山以及回云谷瀑布 这是一条相当平缓且平易近人的礁山步道 除了下回云谷瀑布 必须走山沟及拉绳比较困难之外 其余都非常简单,很适合亲子同游 跑马古道开辟于清光绪年间 利用心电锡与礁溪、喉洞坑溪、河谷 翻越分水岭所辟出来的便捷道路 是鲜明进驻淡水厅与礁溪的重要连外交通 为淡南古道之线之一 两旁伸展着罕见且古老的双善绝 就是淡南古道的标志 却只身因茂形是日本富士山 所以又有礁溪富士山之名 山顶视野很棒 可以眺望南洋平原以及桂山岛 是一趟很棒的健脚之旅 就请跟着阿正的脚步来走一趟吧 看一下老后面 这里就是 跑马古道的另一端的路口 今天 我们要来去找跑马古道 鲜明古瀑布 却只山 目前时间是八点整 準備要出发了 这个地方是跑马古道南路口 这一条小马路就去接触体育室 这条小马路就去接触体育室 可能是从这个登山桶开始起动 那我们就出发啦 那我们就出发啦 山友一起同登 现在我们在跑马古道上 往右边看 是整个宜蘭礁溪地区 再往外看可以看到海边 看到龟山岛了 在朦胧之中的龟山岛 来到跑马古道5K 这里有一个纪念牌可以拍照 然后路也转十字路了 不再是水泥 那我们就进了指标5K 淡然古道的标志 这是桑散节 对 它是在南古道其中一条 整个步道 綠玉盎然 这里是玉隆居 登山休息站 还有洗手台可以用 特殊的小桥 我们就走过去 真的是木板桥 4.6K 8.53K 来看一下 这个观景台 这个很空泛的观景台 望过去 前方的高架公路 像一条蜿蜒的蛇一样 蛮有趣的 你看到路边 有紫灯花 还蛮漂亮的 4K 9.05分 看一下右手边 龟山岛 又更明显了 又更明显了 哇 马上正好 他们在堆石头 堆石头会中六头就对了 哪里来的石头 哇 在2.6K左右 这里一整排的櫻花 粉红色的櫻花 粉红色的櫻花 很漂亮 来到回鹰谷瀑布擦 要往下切 才有办法倒 现在我们就下切 前进 回鹰谷瀑布 底下就是回鹰谷了 但是现在吸水是干的 但是现在吸水是干的 来到回鹰谷 但是目前是干的 没有水 所以应该没有瀑布 没有水 完全没有水 完全没有水 我先走好了 这个石头很滑 要小心 我知道了 漂亮的回鹰谷 但是怎么都没水呢 没有水 这里就是回鹰谷瀑布 小心哦 现在竟然没有水 因为没有水 所以整片石壁都有漏出来了 看所有的后面 这一片大石壁 这里就是鬼鹰谷瀑布 有水的时候是一片瀑布 但是现在是枯水 其实没有水 就是一片大石壁 这里海拔高度是303公尺 我们来到这边 大约是10点左右 现在要上去了 真的非常的美 离开追鹰谷瀑布 这个小谷 真的漂亮 因为是西藏 所以吃块很多 然后又滑 因为长青开 那我们就寻原路上去 回到刚刚的 跑马古道 即将回到跑马古道 就在正上方 回到跑马古道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2点4K 10点16分 2.2K 10点21分 来到 延东市 切子山的岔路 往左边上去 这里是帕帕古道 2K左右 路边的杂草 这个露水很特别 来到三轮糕点 接下来就要继续再下去 这里就是一个高点 又经过了一条溪流 竟然还是没有水 旁边这条就是喉洞坑溪 我们过来的 时间10点35分 再走出去 就接到圆东市前面的马路了 这条是人家的菜园路 两旁有种香蕉 还有绿竹笋 旁边这条溪流 反而有水 沉沉流水 源源不绝 在右手边 就是圆通市 我们即将接上马路 我们即将接上马路 切子山的登山口就在这边 我们来到登山口 这里有很多的花 杜鹑花 鬼山草 还有这个 不知道什么花 真的是春天到了百花盛开 前方还有松树类的 这条溪水很干净 还有大杜鱼 还有大杜鱼 甚至鱼 还有田螺 大杜鱼 札神尼 大杜鱼 赤鱼 这是南地鱼 是南地鱼 南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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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来 车子来 南地鱼 这个山派不外 所以南地鱼 南地鱼 我们来到一处 人家庭園的造景 小森林區 還有十桌十椅 在這邊 開足了,吃午餐 但是這裡可能有一點不平 等一下等一下,先等一下 這個地方有一點點 陳仔田福德廟 今天還有小菜喔 豆干,還有豬耳朵 豆干,還有豬耳朵 今天還有小菜喔 今天的午餐是 這是自己煮的 還蠻豐盛的 所以讓我們在這邊 斷的豆 這個 大家手機洗一洗來幫忙喔 哎呀,別過喔 這個 這個是現捏的麵河湯 現長製作 哇,這個麵桃很Q喔 彈性很好 你也大塊一點 沒關係啊 因為他應該很快 豆干,怎麼樣 豆干 鹽手鞋子 很好吃 這個呢 那個 麵盤這裡還有 誰要麵 蓋子可不可以拿來給我們丟 丟那個 麵盤可以再下沒關係 開動了 麵疙瘩 耶 幸福喔 耶 現捏 然後現煮的 好熱鬧 午餐時刻 麵疙瘩 剛剛現捏 然後現放的 這鍋還在捏 還沒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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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下再煮這個 好涼 把這鍋好了 把這鍋過了啦 用完午餐 那我們就繼續出發了 往下一個目標是 雀子山 今天唯一的一座山 前進的 目前時間 12點46分 這一個四人莊園 真是不錯 我們在這邊用餐 也感謝主人 讓我們借用這裡的場地 雀子山燈三口 我們就上了 來到東北方 雀子山東北方 我先錄一下 灶林地界 25 看一下我的後面 這個山頭 這個基石 這裡就是雀子山的東北方 它的海白八度是 四百五十公斤 有一個 灶賣集灶林地 編號25 我們來到這邊 12點55分 周圍視野也很好喔 可以看到底下的街道 甚至可以忘到海 來 離開雀子山東北方 我們繼續往下一個目標前進了 下一個目標就是雀子山主峰 這在上面圓圓的那一個山頭就是的 看一下前面那一座 那一座算就是雀子山 直線距離大約還有六百五十公尺 海白高度是六百多 跟這裡落差將近兩百 你看看 在右手邊 是前往新店的方向 也就是北宜公路 所在的山脈 我又上來一個假山頭 現在從這邊開始 距離四百 高度六十 就到達雀子山 好來看一下 上方那個山頭 就是雀子山 快要到達了 看一下左手邊 可以清楚的看到龜山島 然後還有南陽平原 很高喔 在霧中的龜山島 好來看 真的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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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 雀子山 到了 到了 在這裡 你身高 那個多十公分 我的腳要吹去哪裡 你的腳要吹去 三腳點不能吹 看一下後面這個山頭 這個基石 這裡就是雀子山 老高度是六百七十九公尺 還有一個三等山 標的是八百三十九號 我們上完了 今天的第二座山 然後我們 可能就 爬到這邊 叫我們走了 目前時間是一點三十分 周圍視野相當的好 沒有什麼 這壁屋 只有芒草 然後另外一邊 南陽平原 龜山島 一目了然 雀子山 那 龜山島 就在正前方 對 對 他擬去 離開 雀子山 基本上我們今天的山 都已經摸完了 準備要以最輕鬆的護法下山了 等一下一樣會經過 東北風然後走出去 你看一下前方北宜公路 九彎十八拐 還有 龜山島 南陽平原 看一下 左前方 圓通寺 就剛剛我們 用山 旁邊 那是一間 蠻清幽的寺廟 那我們現在繼續沿著這條小徑 下去了 回到雀子山 東北風 時間兩點十五分 下去了 我們繼續往下走了 我們繼續往下走了 回來了 我們街上 馬路 民宅 我們的午餐點 雀子山 登山口 又回到了 由菜花田 跟櫻花 西樹的櫻花 西樹的櫻花 已經長葉子了 所以 它的花朵也不貓咪了 那我們就出去了 返回走 時間兩點三十七分 廟 圍城 再度過西 時間兩點四十二分 哇!這片竹林是重生的!竟然長得這麼茂密,可見的都沒有在收成 跟閃爭的貴族好像 即將接回,好馬古道 就在前方,回到跑馬古道 再往前走就出去了,回到南端,我們車子停的地方 出來了,跑馬古道 還沒啦,跑馬古道了 回到三神土地公廟,時間3點02分 三神土地公廟在3K的地方 南洋平原,真是壯觀啦 這上面有一棵山,叫做大母山 在2.8K的地方 回到4K,時間3點18分 回到育龍居 就是5K處,接下來就接馬路了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出去了 回到郊西山的岔路 回到郊西山的岔路 往右可以前進郊西山 往左可以經由燈圍溝回到郊西火車站 時間3點44分 時間3點44分 今天真是龜山島一路香水 我們繼續下去了 今天我們的目標是走跑馬古道 然後登上迴雲谷瀑布 再上雀石山 經過雀石山東北風 任務裡面滿成功,謝謝各位 掰掰 目前時間3點58分 我們已經接到南端入口了 回來了,慶玩燈 隊友們好幾個在這邊等候了 隊友們好幾個在這邊等候了 隊友們好幾個已經在這邊等候了 我們現在又把它從來遠離去 然後再去問一下 那些人已經把它拆丟 好,來 我先去吃 回到英哥6點11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